在影视领域的快速发展中,每一个题材都因其独有的精彩看点而受到诸多观众的追捧。 悬疑、都市与古偶,既有惊心动魄的名争暗斗,又有柔情似水的爱恨情仇,其中要以仙侠剧有着相对难以提升质量的难度。 这就造成了近段时间以来,其他题材都是收视与口碑齐飞,而仙侠剧却只有收视,没有口碑。 回顾仙侠剧的高光时刻,还得看杨子与邓伦主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,该剧充分展现出了神话爱情故事的唯美浪漫,并能落足于现实生活的映衬,利用如梦似幻的精美画面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香蜜沉沉浸浸如霜的火爆,掀起了新的追剧高潮,却在故事的结局中,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与不完美,这也就有了续集的呼唤,希望能够再续前缘,一堵新的甜蜜爱情故事。 剧方也真是相当给力,香蜜2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。 第二部名字为《冰糖顿雪梨》,通过张新成,吴倩的精彩表演,再一次让大家陷入了爱情的憨甜画面之中,香蜜沉沉浸如霜与冰糖顿雪梨的火爆,也间接推动了香蜜3,也就是星洛宁成堂的出现。 由于前两季打下的优秀口碑,星洛宁成堂也是魏波鲜火,引起了大家更高的期待值,爆香蜜3杀青江席,主演阵容高颜值。 网友,还好不是杨子和邓伦,星洛宁成堂讲述了人族皇后离奇生下了双生姐妹,姐姐青葵生性温婉善良,受人族敬仰,被封为天妃,妹妹叶谭则聪慧狭狭,受尽欺凌,因此,被许给魔界做魔妃,主演阵容的曝光,将陈兴旭,李兰迪,陈牧池,和轩林推到了新一波议论的热度,都在讨论着顶着香蜜三头衔的星洛宁成堂,需要有着更加优秀的阵容, 而这两位是有着值得肯定的地方,但相对于塑造经典的杨子和邓伦来说,还是有着明显的短板,星洛宁成堂已经杀青,进入了带播剧片单,你觉得该剧的主演阵容怎么样呢?你对香蜜系列电视剧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哟 感谢观看